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日云南普尔公安机关与缅甸执法部门开展边境警务合作,在缅北社诈骗活动中抓获1207名嫌疑人,并缴获大量作案工具。 这是继前期行动抓获269名嫌疑人之后取得的重大战果。 公安部强调,境外不是避罪天堂,犯罪必将受到严惩。 公安机关承诺将深入调查涉嫌诈骗,偷越国境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,严厉惩处。 同时,公安机关将保护在境外被困公民的权益,要求相关国家执法部门严惩犯罪分子。 公安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打击行动力度,轻角窝点,击捕涉诈骗人员,坚决遏制此类犯罪高发态势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